明報職工協會和管理層會面後 說公司不會撤回解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的決定 但總編輯中天祥對事件處理手法表示協議 並承諾這個財政年度不會再裁員 在會議上有份出席的總編輯中天祥先生 都有就事件表達他的協議 其實今次的情況 我們也得到公司管理層的表示 承諾在這個財政年度不會再裁員的行動 其實同事也很關心會否借裁員行動 對一些在編輯上有不同意見的同事懲處 大家也特別關注香港有很多重要的事故發生 無論是9月的立法會選舉 未來的下一年的行政掌勞選舉 我想到明年初這個不會有裁員的保證 相對對同事來說是得到一個清晰一點安心一點的決定 曾錦民又說管理層決定重申 聘用前助理執行總編輯梁響南 頂替姜國元出任代執行總編輯 星期五會召開特別員工大會商討跟進時項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